在上一集第35集时,不是出现《环节》煲剧王Drama King吗? 推介的美剧《The Boys 黑袍狗刹队》是我近期,这一两年来说很喜欢的美剧。 正常流程到上两个星期三的夜晚九点就准时在各个平台发布。 如果你不知道有什么平台,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有YouTube、Spotify、Apple Podcast等等,都是会同步上架的。 当然,除了出节目,也都要做一些宣传的,所以在Facebook也好,IG也好,都会有些相应的post同时间出的。 这样,就在这个8月10日的晚上,有一个令我很振奋的消息出现了,就是《The Boys 》的男主角Honglander,即是演员Anthony Starr,是like了我的IG post。 哇,这个应该是我第一次有荷里活的巨星,去like我的IG post。 真是何得何能啊,我那些什么薯仔,是不是? 所以,他like完之后,我都非常开心,也都很振奋。 啊,真的没有介绍错。 这套剧果然好看,男主角演技一样是精湛。 不过,好像上一集内容我阳瑜他,叫他不要喝那么多酒啊。 不是走后闹事,不过这个只是一个问题而已。 希望他身体健康一些嘛。 By the way,Anthony Starr, thank you for your like on Instagram. 那晚真是有少少睡不着呢。 虽然敢说是夸张点,但是你一个很喜欢的演员呢, 去like你的post,又真是好开心的。 好,充满了电,能量爆灯,准备今集的节目啦。 既没有金毛,也不是私王。 大家好,我是有The Boys 的Honglander演员Anthony Starr, like我IG post的借信啦。 欢迎光临,Elisei Mai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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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三次,欢迎光临,Elisei Maise。 Jesun,二、三次。 Elisei Maise,来到第36集的节目。 炎热的夏天好像很漫长那样, 熬完个极度热的七月份,八月份有没有好些呢? 唉,都要继续熬的啦。 那没办法啦,开一下冷气是舒服很多的。 不是啦,有时放假在家真的随时热到中暑。 在室内的时间也是。 一说到冷气机,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夸张的。 就算天气是凉些都好,只要冷气机一熄,我就会立刻醒。 家人就说,其实我可以较早两个小时,熄了之后还冷的嘛。 慢慢地的温度升高,之后再起床, 那你的鼻呢,温差不会那么大。 那鼻敏感的我呢,就可能会好些嘛。 但是我试过,是真的不行的。 小时候,家人一进来熄冷气呢,我是立刻觉得热醒啊。 更加不要说呢,今个这么热的夏天啦。 由于家人的环境的关系呢,我家是用窗口式的冷气机的。 来个fun fact先。 在选冷气机的时候呢,一定会看个能源标签的啦。 一级是最省电的,那五级呢,就是最浪费电。 那你说一级和五级去对比的话, 省电的程度可以省多少呢? 是可以省25个percent的。 而身边的一些朋友跟我说呢,他家是安装分体式的冷气机的。 相对而言呢,其实有比窗口式的冷气机呢, 是更加之省电的。 那这个呢,我就没有试过了。 不知道,到晚点有机会换冷气的时候呢, 看电费单是不是真的可以省点钱。 而长期开冷气呢,要怎样省电呢,都是一个的学问来的。 那好像你说分体式会省点啊。 但原来,变频式的冷气机呢, 比定频式呢,可以省到一半的电费。 好似销委会的一个报告就说呢, 在14款一匹的分体机里面, 变频式的冷气机比定频式呢, 每一年是省了近四成的电。 有没有一些实质的数字可以说呢? 假如每年你开180日的冷气, 每日开够12个小时的话, 以每度电过意去计, 变频式的话, 每年就大约要四百六元到五百七元。 认频式呢, 就贵很多了, 差不多去到八百几, 九百元。 所以呢, 变频式的冷气机呢, 是真的省很多电, 开久一点都没那么欲痛。 那你说要怎样再省一点, 再省一点, 之后去到省三点呢? sorry, 我不是肥妈, 答不了你这个问题。 但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呢, 就会开小小风扇。 因为你说呢, 开风扇的耗电量呢, 是冷气机的5-10%而已。 那你说开了冷气之后呢, 用风扇去打个对流呢, 其实令到整个空间呢, 都可以是凉快很多。 因为凉了嘛, 那你的冷气机就可以调高两度。 那从而呢, 每个月的电费, 少数怕长计, 又可以省多少少钱了。 而另一个的省电的方法呢, 就说睡觉的时候呢, 其实人的体温是会稍为下降的。 所以你说温度上, 可以不用去到20-21度, 可能高少少, 试试22-23度。 当然你说25度呢, 又真是热得比较难睡的。 睡不着了, 真是搞不定了, 第二天怎么上班呢? 对不对? 而如果你觉得坐下有些冷, 想搞高一点的温度呢, 其实都有个数字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你每开高一度, 电费其实就省了一成的了。 那你去想的时候, 那不如较高一点, 再开风扇打坏吧。 这样你就可以是省电费达人了。 一路开着冷气呢, 我说比较麻烦一点的, 很容易有些冷气病的病症出来。 例如鼻会很干, 接着会有些想打黑痴, 这样。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能会加个加湿器在房子, 好像令到房子没那么干。 而且你知道了, 无人的加湿器呢, 可以开了一些黄色灯, 令到整个房子都很温, 很暖的嘛。 那个简直是经典的产品来的啦。 但是, 用加湿器的时候呢, 都要小心哦。 加得不好, 随时会变肺炎。 为什么说得那么严重呢? 因为有个研究就说到, 你不用过加湿器呢, 会将水里的微生物和矿物质, 狂散去到空气那里。 那如果你的水里面是不干净的, 有一些的细菌或者病毒的话呢, 以这些水份冒化了之后呢, 可以变成可吸入的原浮粒子。 那长时间在空气里面游走, 就可以穿透我们人体的呼吸过滤系统了。 之后呢, 吸入到我们的呼吸管道, 从而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轻则你就会被敏感啦, 严重的话呢, 你可能会有加湿器肺炎。 好像在2011年的韩国呢, 就试过一宗很严重的案件, 叫做加湿器杀人事件。 这里呢, 就不是沿岸事件宝啊, 写一个问题给大家。 就是说到, 在韩国有五百多个人呢, 因为加湿器杀菌剂而受到伤害, 当中更加超过一百人是死亡。 那之后, 韩国政府调查就发现, 原来加湿器杀菌剂的化学成份, 和肺部的疾病是有关联的。 而且加湿器呢, 是用超声波去运作, 利用高频震动, 将容器里面的水呢, 打散做微小的水珠。 那这些的水珠, 透过风动系统出入空气那里, 形成这个噴霧, 从而增加空气里面的水分。 那当然, 要正确使用的话呢, 正常地是不会构成任何的健康风险的。 有什么要注意呢? 要查一查你的加湿器呢? 首先, 第一样东西就是要勤点换水。 专家建议, 最少每三天就要清洗加湿器一次。 最方便的清洗方法就是用肥皿, 加上温水, 去清洗加湿器里面的水槽。 还有, 记得不要用刺激性的化学清洁剂, 普通的肥皿就足够了。 而且你加湿器里面的水都要很讲究。 就不要以为随便用水龙头的水就可以了。 因为水龙头的水硬度比较高, 而且有矿物质。 将它加入加湿器, 不单止对加湿器造成伤害, 也会造成一些细菌。 所以, 最好加湿器里面的水就用蒸馏水, 就可以减少肺部和呼吸系统的损害。 好似我这样, 开冷气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长时间开着加湿器, 其实都是不太需要的。 而且加湿器不能够长期去运作, 每隔几个小时就应该要休息一下。 室内的湿度又不需要太过湿, 维持50%以下都差不多了。 另一点要留意的, 就是你放加湿器的位置。 最好吹出来的那些霧气, 就不要噴到在家具那里。 因为会发霧的嘛,你知道。 而且最好的话, 距离家具、电器, 一米左右就比较合适了。 你地都最好有一米以上。 而且最重要不要对着面不断吹, 这个不是正面机来的。 吸得太多的武器, 对你的呼吸都不太好。 而有些朋友会买一些很漂亮的精油 加在加湿器那里, 噴出来的武器都有一些香味, 令到整间房都香喷喷, 是不是很完美呢? 我自己就没有这个习惯。 但如果你喜欢加香氛下去的话, 记得要留意了。 不是所有的加湿器都可以加香氛油的。 如果要加的话, 就要选一些专门的香氛机, 会比较合适一些。 有些不惯用加湿器的朋友就可能会说, 嘿,你都多鱼的, 香港会有多干呀? 就算你开冷气也好。 长期都这么湿热, 冬天又湿, 夏天又湿, 根本就没有加湿器存在的价值。 我们又不是在外国生活, 你说外国的冬天, 可能相对湿度经常只有二、三十。 加上你要长期开暖气, 令到房子很干呀。 我明白的, 香港的话, 特别是冬天, 湿洞嘛, 应该是世界知名的了。 开过加湿器, 都是纯属一个心安的。 绝对清楚, 香港的湿度甚少是持续处于很低的水平。 知道了, 加湿器呢, 我会开小一点的了。 或者当夜灯仔用下, 又行不行呢? 既然想加湿, 不如就喝多几杯水, 直接补充水份。 其实, 这个提议都不错。 同时可以滋润皮肤, 令到你的皮肤更加可以 滑过滑嘟嘟都还可以。 说完滑嘟嘟这三个字, 我的背部都寒一寒, 因为马上暴露了年纪。 这集《沿岸事件宝》的案件是基于一套电影。 前一段时间在Netflix上映后, 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亦都成为了台湾、日本、香港、印尼和新加坡的第一名。 这套被誉为台湾史上最恐怖的鬼片, 有不少朋友看完都说有点害怕的, 特别是咒语好像一直围绕着在耳边。 身边一些喜欢看恐怖片的朋友就说, 哇, 真的很恐怖。 看完之后, 连厕所都不敢去。 更加有人说晚上睡不着。 但其实, 对于这一套电影的评价就很两极。 有一些可能已经看惯看熟一些恐怖片的人, 就觉得压迫感始终不是在电影院, 就不太一样, 觉得故事是一样的。 还有, 经常转来转去的画面, 搞得很头晕。 我自己来说, 因为听到朋友的建议说, 这个电影所采用的原型故事, 其实是比电影本身更加恐怖。 于是我就很快地跳着跳着看, 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些鬼怪事就比较害怕一些。 纯粹为了今集要做功课才开来看。 没错, 所说的电影就是《就》。 这一套可以说是今年台湾截至到8月份来说, 《票房最收得最卖座的作品》。 在台湾上映时, 已经收了超过1亿7千万台币的票房。 导演阿曼蓉还说, 因为第一集那么收得, 《就》的续集也是在筹备当中。 这个故事所说的就是女主角若嵐和男朋友等人 组成了一个影像团队, 四位去到一些闹鬼的片场拍片, 希望可以打破一些谣言。 去到6年之前, 他们大胆闯入禁地, 触犯了邪灵, 令到诅咒在世间蔓延。 她的男朋友更加当场死亡, 其他成员不是发癲就是死了。 唯一一个生还的, 就是因为脚伤而没入禁地的女主角若嵐。 6年后, 若嵐的女儿出现了异象, 各种奇怪的病症纏扰着她。 所以若嵐就怀疑这件事 是和当时的恶灵有关。 为了拯救女儿, 若嵐就不惜一切去找出方法。 作为电影来计, 这套作品最是比较一般一些。 例如会有很多很生硬的位置, 突然间有个人会弹出来, 前面没有做什么交代, 就令到这个人物相当突压。 然后又会忽然之间, 跳到去心理医生也好, 社工也好, 就感觉她在罪事方面不算太严谨。 但是, 如果你把这套电影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六年前的事情, 第二部分是六年后的事情, 你就会觉得整个故事可以连在一起。 而当中的一些细节, 例如个女孩的名字为何叫朵朵, 那只狗仔为何叫王吉, 全部其实是可以解释到的。 而且这套电影的美术来说都相当漂亮, 拍出来的画面很有质感, 同时充满了导演自己的风格。 为什么这套电影在台湾那么收得呢? 第一件事是因为来自真实的故事改编, 更加有说服力。 第二件事是很多朋友都有说到的, 就是由电影一开始, 就已经要和大家互动, 要去记住咒语或符号, 希望观众看电影时可以保平安。 而贯穿整套片的咒语, 一听音乐一起, 就整件事觉得很恐怖。 再加上整个电影很多的拍摄方法, 都好像在用手持的摄录机拍摄, 就令到观众有更多的参与感, 和更加真实的感觉。 特别要说的是, 它营造恐怖的气氛很强, 不是找个人出来吓一吓你, 而是一直酝酿着, 透过各种生活片段, 逐一逐一营造出这个恐怖的气氛。 更加夸张的是, 有网民就说咒这套电影会影响大家, 叫大家千万不要看, 特别是那个poster, 都已经是一些邪咒, 还要说是真实存在。 好了, 在用煲剧王Drama King的角度, 去讲咒这套电影, 差不多告一段落, 接着正式进入沿岸事件宝的环节, 和大家说回咒这套电影的原型故事。 这件案件比电影更加恐怖, 也更加深寒。 发生在2005年的高雄, 一家六口集体撞邪, 互相残杀, 最后导致一人死亡的惨案。 将时间回到2005年的4月10日, 有人在医院门口, 发现了一个女人, 动都不动, 好像昏违了一样。 于是乎医院的职员, 就立刻将这个女人抬到急症室, 准备去急救。 但是惊人地, 发现了这个女人, 她的口、鼻全部都是糞便, 甚至是呼吸道, 都是被塞死了。 经过调查之后, 她的死因是由于胃部咬吐, 在胃部里面的东西, 就迫回来, 顶住气管, 而窒息死亡。 那医生在抢救的同时, 其实都要强忍着一些很臭的味道, 在证实救不回这条生命之后, 医院就立刻向警局报案。 于是乎警局就立刻赶到医院, 帮这个女尸做检查。 结果就发现, 尸体在一日之前就死亡, 她的胃里面全部都是排泄物, 没有任何食物的渣宰。 看来, 这个女尸是长期没有吃到东西, 而致死的原因就绝对不是饥饿。 令到警方更疑惑的是, 这女尸全身上下都有很多被人撕过的痕迹, 甚至有些很小而且密集的烫伤。 有警察就提出, 这些这么小而又密集的烫伤。 很有可能是有人将一堆的香直接按在这个女人上。 所以, 由胃部的分辨再到身体的各种损伤, 可以得知这个女人生前是遭到非人的虐待。 但是奇怪的是, 她的身体上没有任何反抗或者打斗的痕迹, 似乎她是自愿受弱的。 而由于这个女人的死因太离奇, 警方也马上对她的身份进行了调查。 很快, 她的身份就被查清。 她叫吴凤娟, 29岁, 在台北的疗养院做护士, 一个在台北做护士的人。 为什么忽然在高雄死了呢? 警方在调查之后, 就锁定了吴凤娟的家人。 但是警方没有想过的是, 越对这家人做越深入的调查, 就处处出现了各种的怪异情况。 吴家一共有六个人, 爸爸妈妈, 以及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全部都已经成年。 爸爸是一个游七师傅, 而大女吴凤娟, 即是死者, 她是一个护士。 其他人都在餐饮、美容院, 或者印刷行业有一份工作。 他们都是住在高雄古山区的 一个旧式透天噪那里。 这是一个独立的住宅, 一般会建一些小型的单栋楼, 让一家人去住也好, 出租也好。 在台湾来说, 住这些地方的人通常经济情况 都不算太好。 但是吴家一家六口 和街坊街里的关系都算很好, 而且给外人感觉 都是乐也融融的一家人。 而吴家是对于拜神非常着迷的, 特别是他们很信基童。 台湾的支童, 即是我们广东话所说的神打。 那这些基童在被神明附身之后, 就说是可以为民众消灾解烂, 甚至是刀枪不入。 基童在宗教巫术之中, 是属于天神和人, 或者是鬼魂和人之间的媒介, 就有点像西方所说的灵媒。 而这些基童, 就自称是被神明所选出来的。 通过上身意识, 上到基童身上, 去表达神的意图。 这个上身的意识, 就叫做神打。 有些人就会透过这个神打的方式, 去希望预知自己的未来, 是生,是死, 还是有什么横祸。 吴家一家六人, 所敬的就是拿渣三太子, 平时在家里都有一些神坛去祭拜。 去到2005年2月底, 第三个女儿独自在神坛回来后, 突然就好像上了身, 她自称被拿渣三太子附身。 三太子借她的口, 就说远在台北做事的大家姐 就被邪灵附看。 如果不在2月28日之前回家, 恐怕会遭遇不测, 甚至危害她的性命。 那这个三女儿发癫, 打打骂骂地, 一定要大家姐如期回家。 于是父母为了安抚女儿的情绪, 就叫大女儿尽快回家。 那大家姐吴奉娟, 于是跟疗养院请假, 即日回到高雄。 回来后一家人就吃饭, 而三女儿都回复平静, 看似一切遇上了。 但是回到家后, 吴奉娟在夜晚经常窄醒, 梦到自己被人性侵, 令她十分恐惧, 去到夜晚甚至不敢睡, 只可以在日休息时稍微睡了一会。 所以吴奉娟在回家之后的三、四天, 是被这个噩梦搞到心力交细,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差了很多。 然后去到三月份, 她就收到一个电话。 在电话收线之后, 她都突然间是上了身。 她就说自己被观音菩萨上身。 观音说要通过她为世人消灾解难, 更加是做出一些自残的行为, 例如疯狂打自己大腿。 家人见她日以继夜地折磨自己, 就带她去到新竹的五子山进行禅修, 并在神坛做法, 希望吴奉娟可以回复正常。 而在五子山神坛里的基童, 在通过神打仪式上身后, 就和吴佳一家说。 就说神仙认为他们家所供奉的三太子神像, 就被恶灵占据, 需要他们将神像是烧了他。 并且说要在五子山禅修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 五家一家六口回到他们的家。 但是这件事的发展似乎超出了意料。 这六个人并没有回复平静, 而是更加夸张地全部都撞了邪。 回到家之后, 一家六口全部都神打上身。 阿爸就说是玉皇大帝, 阿妈就说是皇母娘娘, 大女是观音, 二女是七仙女, 小女是拿渣三太子, 个儿子就说是祭公活佛。 于是乎, 一家六口都成为了神仙。 但是他们之间, 并不认同对方是神仙。 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神, 其他人都是被邪灵附体。 于是乎, 这班的神仙大乱斗就开始了。 他们会自残, 亦都会打大家, 甚至乎会拿着神主牌或者神像, 去嘔打其他人。 而且会用香去烧大家, 希望将对方身体里的恶灵驱逐出去。 不单是这样的, 为了驱除这些恶灵, 他们在家里还会耍盐, 耍大米, 甚至将一些排泄物塗在墙身。 每个窗口都贴上各种符咒。 而为了向神明表明自己才是真神附身, 他们不喝水, 不吃饭, 饿的时候就吃糞便, 口渴的时候就只是喝符水。 更加会互相去喂食糞便。 而在这家人, 上身之后的各种情况是很夸张和很离奇的, 令住在附近的邻居很害怕, 很多人都暂时搬来, 可能去酒店或者是亲戚家暂住。 就是这样, 这段混乱的时间过了一个几月, 似乎是分出了胜负。 一家人通过票选, 一致认为大家姐吴奉娟是最大的邪灵。 于是, 他们就禁锢吴奉娟。 不断地吐打她, 用香去辣她, 不让她吃饭, 甚至是为她吃各种排泄物和喝符水。 去到4月9日, 因为长时间没有吃饭, 吴奉娟是被饿死。 但她的家人就认为, 死的是吴奉娟体内的恶灵。 所以, 在她就来死的时候, 并没有立刻带她去医院求医。 过了一日之后, 妈妈突然间就说自己被吴奉娟附身。 那这个就很不得了了, 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之中, 能够附身的只有神明或者是鬼魂。 而妈妈说, 姐姐附上她的身的话, 即是代表姐姐已经是过了身。 之后一家人, 就立刻把吴奉娟送去医院。 但是又怕被吴奉娟再次附身, 就把她的尸体就这样订去医院的门口, 之后就去不同的地方了。 这个就是整个的事件。 之后警方就在不同的地方找回他们出来, 带到去警局, 五个人都不承认吴奉娟是他们虐待而死。 更加直斥, 吴奉娟是被邪灵附体, 一家人是受到诅咒的。 之后警方去到他们家调查, 一打开门, 撲面而来的是一阵的恶臭。 可以看到整个屋里面, 全部都是大便的痕跡, 和整个屋很乱的。 唯一一个干净一点的位, 就是三太子神像面前的饭桌。 最终, 警方以遗弃致死罪, 将这五个人起诉去到法院。 但是吴佳一家就认为, 他们在神打上身之后, 是精神仿佛, 和神志不清, 根本就不知道吴奉娟已经离世。 所以是拒绝这一项的罪名。 警方于是将他们五个强制送去医院。 根据精神科的铐定, 他们是幻想了家庭集体精神妄想症, 因为他们长期处于一个抑郁、 阴暗的生活环境, 导致精神衰弱。 出现这个情况的几率, 有可能是环境造成也有遗传的因素。 而根据精神科医生所说, 这类的精神疾病是很难被发现, 因为患者自己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是患病, 反而觉得自己才是最正常的一个。 所以警方就推测, 由于吴佳一家人相当迷信, 很容易就会疑神疑鬼。 再加上神打之后, 就令到精神错乱的情况更加之严重。 虽然吴佳一家将这宗命案归咎于邪灵, 但是医生的判断就说, 他们没有精神的疾病。 所以, 检方就以遗弃致死罪将他们起诉。 不过最终法院就认为, 吴奉娟是死于器官衰竭, 和爱力无关, 判五个人无罪。 而随着时间的过去, 这件案件也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更加改编成为电影。 在这里也有疑问系出了来, 为什么吴奉娟回到去之后, 会经常梦见被人性侵的呢? 可能就是, 吴奉娟是不是之前有过类似的经历, 造成心理的阴影。 所以, 她自己本身的精神和意志力相对都薄弱, 也更加容易去相信鬼神之说。 更加有人认为, 是三妹对家姐进行了催眠。 而她的目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家姐在听完一个电话之后, 就说自己被观音菩萨上了身的呢? 这些细节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了。 今集借信二三事进入尾声, 循例上都要做个呼吁。 首先是课今支持, 等我可以继续讲下去。 更加重要的是CLSS,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所有传送们在资讯栏看得到, 多谢。 最后想说的是, 关于咒这套电影的那句咒语呢? 我到现在, 都是没勇气, 听完完整版。 一开, 不够两秒, 就meow了一条声。 看一阵画面, 更加熄了一条片。 我相信人有人道, 鬼有鬼道。 大家走各自的道路, 互相不要干扰, 是两条平行线, 这样就最好了。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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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